收到仪器之后呢 电源线的话是连到这个插口 连好这个电源之后呢 上面这个按键是开机的按键 然后这个的话是切换跟关的 有个上下 上下这两个按键的话是调节那个吸力 右手边这个的话是仪器启动的 就是装那个纯净水 装那个溶液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把那个开机键先关了 关了这样子斜着拧这个瓶子下来 拧下来之后呢 装上那个纯净水 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斜着把它拧紧 拧紧之后呢 也是这样子返回来 这个红线这个有个标识 这个的话是上面的 上面的话是装那个纯净水 下面的话是排那个废水的 不要弄错 然后现在开机 然后按启动 启动的话就是吸力最大的话是上面这个按键 正关调到红色的后呢 是吸力是最大的了 有一些就是刚收到的话 它说没有吸力 没有吸力的话 直接用那个大五指就是把这个吸头捂住 就是让它那个水上来 听到这种声音 它这里起泡的话就可以放开了 然后那个喷枪怎么使用呢 拿奔向下来 然后上面有个盖子 把那个盖子把它拧开 然后装装那个产品 注意这个产品的话 就是尽可能不要就是不要装那个比较浓浓 粘稠的 都是装那个就水转的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也是这样子按启动 直接这样子喷就可以了